在内政部长林又昌 海洋事务委员会主委管碧林 及法务部长蔡清祥等人陪同下 行政院长陈建仁证实 交通部将在这个星期的行政院会 提出包含北北基陶 中张头及南高坪三个生活圈的交通月票方案 希望借此照顾广大的通勤族 在役后特别条例和特别预算当中 我们就是要来特别照顾了 这一些租屋族 还有中低新的购物族 以及通勤族还有学代族 因为这一些人都需要靠大动工具 来进行每天的活动 所以我们会特别照顾到这一些人 相关的配套的措施 有关于北北基陶的方案 或者是中张头 或者是南高坪的方案 我们都会来照顾通勤族 然后按照各个地区的特性 来设计相关的方案 让每一个国民都能够得到很好的照顾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很感谢交通部 还有相关的部会已经做了很好的规划 那我们有详细的结果 会在院会报告 然后也让全民来知道 由于这项中央促进公共运输使用方案将争取特别预算200亿元 用来补助地方交通月票 陈建仁也呼吁立法院 曹野立委能支持2月21号进行表决的 3800亿元 议后条例 让包括交通月票 及全民普发6000元等方案 紧速推动实施 我们希望陈建仁也都能够来支持 这个疫后特别条例 跟特别预算 早日通过 除了刚才讲的 这个通勤的预算以外 还有每个人发6000元的预算等等 我们希望在 明天的 今天的这个讨论当中 能够讨论完以后 在明天法案能够通过 然后让行政院能够尽快的提出相关的预算案 让大家能够尽早得到照顾 尽早领到6000元的现金 也让劳保健保还有台电也能够得到补助 希望以后大家能够过得幸福美满的日子 根据交通部方面的初步规划 交通月票方案将依据地区特性执行 北北基陶1200元月票可搭乘生活圈内的 公车、客运、捷运、台铁 及公共自行车等运据 中庄头与南高平两生活圈 则规划在1000元以内 月票可搭乘捷运、公车、轻轨、客运 及公共自行车等运据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导